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直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人与人最大的区别是对未来多有信念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带着金汤勺出生的不一定都能过好一生 出生贫寒可以逆袭翻身 沈富雄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1939年8月23日 台湾台南市的某个地方沈富雄出生了 他幼年家贫无横产 从小介入外公家 由母亲养育长大 沈富雄特别争气 男师傅小毕业后考入台南医中初中部 1958年以全校第一名成绩 直升高中部 并被保送至台湾大学医学院医科 并且于就读大学期间通过医师高考 之后沈富雄前往美国深造 196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 获药理学博士学位 1972年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肾脏科 从事博士后研究 曾为美国内科学院院士 美国肾脏医学会专科医师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沈富雄在美国期间曾经参与台湾同乡会 并且担任台湾同乡会副会长 1986年沈富雄回到台湾 并且任职高雄长庚医院 1987年创办台湾医院血液透析中心 致力于提高尿毒症患者的洗肾品质 1993年参选第二届立委 当选后连任至第五届 1995年首创四季红的配票模式 让北市南区四席立委全数顺利当上 被誉为最聪明的人 2007年10月3日宣布退出 父母给的叫背景 自己打下的叫江山 沈富雄凭借自己的努力 攻克生活中的一道道难关 活出自己的精彩 值得钦佩 前段时间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 引发台海关系紧张 与此同时也引发国际关注 针对裴洛西来台 沈富雄在政论节目《绍康战情事》中表示 裴洛西还没来台湾的时候 他在美国的53岁儿子很紧张 认为台湾完了 并问他的意见 沈富雄建议儿子去看华盛顿邮报 美国时报 纽约时报里头的几篇文章 沈富雄也对此说出自己的看法 儿子看完文章 最后综合所有的意见和他一样都认为没事 资深媒体人尹乃京表示 台湾人真的是很楚边不惊 外部人看台湾的状况是非常的紧急 真正面对威胁感和危机的都是正在当兵的人 他举例表示 1989年大学同学要去当兵 他们每个人都很紧张 都觉得好像快打仗了 1996年正在当兵的那些军人 他们挖战壕 而且签遗书 所以对第一线的军人来讲非常紧张 值得一提的是 沈富雄的儿子是快餐主义者 不吃鱼 不吃肉 受他的影响 沈富雄的太太黄雷决定也吃素 然后六个月以后 两人的女儿也自动放弃了肉食 当时女儿才15岁 三个月以后 沈富雄家的德国狼犬也成了素食者 洪雷还说 沈富雄在家也吃素 只是他出外的时候就管不着他了 沈太太还幽默地表示 全家连宠物狼狗都吃素 四票对一票 沈富雄在家当然得入境随俗跟着吃 每到选举 候选人的另一半必定现身催票 不过沈富雄的另一半可是相当神秘 洪雷难得露面一次 还是为了宣传吃素的好处 仔细看一看 二人还真有点福气脸 洪雷现身宣传吃素还表示 这方面的法案可以拜托立法委员通过 虽然沈富雄早已不是立委 不过立委夫人当了这么久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吃素 可以帮助许多动物免除意思 沈富人的催票功力是一级棒 人吃无骨杂粮 总吃素身体难免跟不上 前年沈富雄被惊传送往台大医院急救 台大医院发言人王婷贵 晚前澄清称绝无急救 但院方未获授权谈论病情 如果有需要 沈富雄本人会对外说明 郑运鹏表示 他已跟沈富雄通过电话 沈富雄告诉他 到台大急诊是必经程序 移动了小手术 没有大碍 沈富雄秘书透过社交平台表示 沈富雄一点小毛病已经处理完毕 没事 谢谢关心 沈富雄近年来活跃于电视政论节目 已是名嘴级人物 是很多政治人物口中的沈大佬 沈富雄因病送医的消息传出 不少熟识他的政治圈和媒体友人都同表关切 有能力的人换了哪一个环境都同样吃得开 在生病送医之前 沈富雄便在社群平台上公开表达临终心愿与身后安排 留下八项遗言 包含不插管 不弃切 不电击 不可成为职务人 以及后世交代等 还有提到什么管都不要插 包含尿管在内 值得一提的是 沈富雄先生在社交平台公开表示不可成为职务人 然而他的这个想法恐怕很难如愿一场 这是因为成为职务人并不是病逐法所允许的行使特殊拒绝权的领床条件 永久职务人状态才是 换言之 病人恐怕得先成为职务人 而且还要成为永久职务人之后 才能把管而不再做职务人 这当然有一点荒谬 有人在相关会议曾向卫福部一事私立成 应访不可逆转至昏迷状况的判定程序 除了透过观察期来决定当事人是否为不可逆转的昏迷 也应在有充分医学证据的前提下 不经观察期而可以判定之 若然才有可能在急救现场直接选择放手 事实上 沈富雄的状态非常好 担任过医生 立法委员 电视台名嘴的他 虽已超过80岁高龄 却依然身材飞扬 沈富雄表示 因为做好五件事 在十多年前开始过着既不必担心资产缩水 还能定时与老友相聚 每年出国悠山玩水的退休生活 在2013年11月底的一场退休研讨会中 沈富雄大方分享他的退休秘诀 还对着席间七成的金融与财务顾问人员说 金融机构总是这样告诉民众 思考自己几岁退休 退休前要准备多少钱 要做哪些安排 我说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谈退休根本不需要财务顾问的帮忙 沈富雄敢于这么说 除了是他一贯的大炮作风 其实也来自他靠自己规划而成功退休 自在生活的信心 他说 一个人一生有五大项的经济行为 一需是本业 副业 储蓄 房地产 股市 只要处理好这五件事 就能过着水平以上的生活 退休生活也不必烦忧 以下就是沈富雄处理好五件事的方法 选专业度高的工作 起薪就不会差 沈富雄认为 有好的本业收入 退休的准备就成功一半 因为本业薪水的高低 除了影响一个人要花多久时间存到第一桶金和理想的退休金 更影响到退休前存钱过程中退休后实际生活的质量 他接着举例指出 向许多女孩子因有害怕逃避数学的潜意识 念书时多选择大船 社工等学习就读 等到出社会求职时才发现 求职者重 薪水无法提升 但若克服心理障碍 就读数理相关科技 如精算等 因为念的人少 但市场需求相对高 起薪就不会太差 财务起步就比别人顺利 对于副业 沈富雄定义的目的是 让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多赚一点钱或是累积人脉 只是如何找到副业 他略带趣味地说 副业和本业不同 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 而在沈富雄一生中曾经经营过两个副业 一是立法委员 另一个是名罪 对于做立法委员 他的心得是 除非在任期中为非作代 或是当前客中介 要不然当立法委员肯定是亏本的一件事 因为每月光是红白包的支出 远超过立法委员领的薪水 沈富雄认为是盈亏二底 但他太太一定会说亏本 沈富雄笑着说 讲亏本心里不好受吗 他还说 如果能让自己的储蓄就像一个蓄水池一直不停地累积 当存满一个蓄水池后 就开始再多存一个新的水池 而他会把这个多存的新水池拿来做接下来的两件事 也就是房地产与股市 沈富雄说 我每个月都和搬到台北住的14名台南一中老同学聚餐 有次我问他们 有多少人在房地产中赚到钱 结果14个人都举手通通赚 所以早期的台湾买房子真的能赚钱 而事实上 提问的沈富雄自己也算过 他在28年前从美国念完书返台工作时 就以每瓶26万元的价格买下现在居住的70瓶自宅 总价约1820万元 以2013年每瓶成交价90万元计算 现在总价约6300万元 获利4480万元 如果不是买房子 光是用薪水存 以他当医生的20万元月薪 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累积到4000多万元 所以买房地产长期的确能让资产翻好几倍 一提到股市 沈富雄马上说 七八成散户是赔钱的 沈富雄又问 这一群同学有谁在股市中赚钱 结果没一个人有赚钱的 他说 扣除七八成的散户赔钱 剩下的人有一成不赚不赔 只有5%的人真的赚钱 所以他认为 投资股市若自以为聪明 一直频繁进出 保证不会赚钱 沈富雄也指出 要在股市里赚钱还是有机会 那就是放长线经营 沈富雄指出 自己买股票已有数十年的时间 投资股市不是看心情操作 不能高兴就买 不高兴就不买 必须建立纪律 他表示 这五件事只要让前三件事极大化 后两件事聪明化 就算没有理专或是财务顾问的协助 人生一样能过得很顺利 沈富雄说 成功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退休 而是让收入的曲线比支出大 积极储蓄且努力投资 朝着终点线一直冲 等到他冲到了 回头才惊觉 啊 原来我成功了 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 但其实这是最实在且达证率高的心态 沈富雄从小就很目标明确 清楚的目标 有效的方法 加上嗤之以恒的坚持 成功就从难到义 古人云 天下难事必作于义 天下大事必作于义 当然 沈富雄最后所讲的做好五件事 退休不用愁 如他所说 多数人在第一步选专业 找工作的时候就错了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沈富雄的大智慧 这恰好是人生最精彩的地方吧 人生是蝴蝶效应的剧集 人生也是最充满奇迹的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 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是没有可比性的 只要不亏于心 不为过去懊恼 不为未来担忧 活在当下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